我给你们表演你们谁能猜出来 我给他一条命 对 哦 哈哈哈哈哈哈 萌摊未公开之我来比划你来猜 哎咱们猜刚刚那个游戏啊 我给你们表演你们谁能猜出来 我给他一条命 好可以 我就大逃他 我就当他的四位 好好 再死包和你俩 啥是四位 啥是四位 嗯就是 保镖保镖保镖 四位 四位 哈哈哈哈 你是没听到我 哈哈哈哈 不表演了 来来来 这个你们又要猜 但每个人只有一次机能 而且你要给我说出来位子啊 才行 你不能猜对不起 鸭子 肯定 鸟 行猜吧 你我他其中的哪个 嗯 来吧 来吧 算了 是我吗 为啥呀 因为 我 然后鸟飞了 就变成我 对 一个是这个我 鸟飞走了我 哎呀我的妈 那哥你会保护我吗 下个环节 你保护我吗 我保护你 你做我的四位 对 哥你来个别的吗 来个啥别的 其他猜的 剥碗瓢盆那个 剥碗瓢盆 行呀 啊 行啊 你猜吧 猜吧 猜吧 那这我也没懂 为什么是那个 钢笔是吗 钢笔 这都已经移成其次了 你没猜过吗 没猜过 我也没猜到 我知道了 但我也没猜到 你知道 那你咋知道的 你们知道结果了 下梦梦的我就好 哥你再表演一下 这跟你永远有大关系 写字吗 钢笔 对啊 粉笔 那钢笔 对 钢笔要称之为 钢笔要称之为 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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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哎呀我太喜欢子异了 太可爱了 哈哈 对他 这是 这跟白呀 过碗瓢盆有啥关系 没关系啊 过碗瓢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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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嘿 哈哈 我想让子异太可爱了 我做你的四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萌探台快活即来 萌探探档案 第三季 5月19日起 每周五十八点 VIP抢先看 那我可能也是聊天康战士 今天见了 红了一个本人 我觉得 我不及他的万分之一 哈哈 萌探的私访之张亦凡独家专访 主题问答特辑 下一个系列 应该也是 生活日常吧 上一次他们在重庆给我写信 然后列了很多美食清单 大大的拥抱 然后跟我约定好了 七月他去北京找我 睡觉的时候可能也就一米吧 因为我比较喜欢全着睡 睡 最近做个比较冒险的事情 好像还没有 如果有机会的话 想尝试一下跳伞 嗯 鞠躬九十度青年吗 互联网嘴T 就是帮互联网上大家 讲一些他们想讲话 括号文学就是 一段话后面有括号 然后记号一些重点 把裤子放进冰箱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做一个什么什么的人 嗯 冷酷的人 哇 学到了学到了 聊天框战神 很爱聊天 啊我也会这样啊 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啊 那我可能也是聊天框战神 最后跟谁就迷呢 我吃错了你谁啊 下一个 你是谁哈 不是你谁啊 挑衅你 你真可爱 我说时来不及思索 而思索之后还是这样说 谢谢你也很可爱 可以考虑出一期红毯多巴胺穿搭吗 没有这样的考虑 没有这样的考虑 不盘史话局 还挺开心的 蛮烧脑的 今天见了红雷哥本人 我觉得我不及他的万分之一 很小很小 没有 就今天跟红雷哥接触就发现 他其实也是个很可爱的人 毫无章法 随心所欲 快乐 那肯定是真妮啊 我们俩是很多年男朋友 我们俩平时一直约 也约不上 然后没想到这次工作就碰上了 很开心 萌探他还快回即来 萌探探答案 第三季 5月19日起 每周五十八点 VIP抢先看 我这身打扮就是为了去找他 他应该不敢不理我吧 萌探的私访之力为家独家专访 主题问答特辑 有回复啊 还说哥不会忘了你的 后来就没有了 我这身打扮就是为了去找他 他应该不敢不理我吧 刚刚录了一个就是要注重于生 生活啊 然后家务的 小整理的 学了很多生活的技能吧 挺期待的 不一样的萌探是烧脑 然后就是玩得很累 就玩累了 那个家务那真的是身体感觉到累 近期 因为你想我这个 加哥已经在这个年龄段了 其实还是属于 不会特别去冒险 但我期待 走出舒适圈冒险一把 首先是惊喜 然后是开心 然后是踏实 脑力考验一 90度青年是 很有礼貌的意思 我知道了 射孔 找一个墙角钻进去 墙角就是90度 是不是这意思 我要往嘴踢这个就是有点 很简单就是比如说 我组织不了的语言 就会有网友发弹幕 就替我来说 还可以 括号文学 就是重点想提醒的 就是说 这个你们要注意了 所以用括号指出来 就是有点想炫耀的意思 有吗 对 就是今天我来到了蒙探 括号 又可以见到朋友们了 就是这是我的重点在 又可以见到朋友们了 把裤子放进 冷裤 如果把那个嬷嬷放进冰箱 那就做一个冷漠的人 把镜子放进冰箱 做一个冷静的人 就只是在聊天框打了好多的 就是这件事情 我给你摆持一下 最后全删掉了 不砍发 就是只是表面上的厉害 懂了 脑力考验二 还难为起我佳哥一把年纪 我就要变成聊天框战胜了 我想说的是很就是 也不为难 括号吧 我反正活得比鸭子久 谢谢你加油 好友局好久不见啊 佳哥和娜娜要一直快乐 我们会会一直开心的 一直快乐的 他们说你扣死的是吴奇隆吗 吴奇隆看了都生气 哥赶紧去把种地把分红拿了 让他们不要赋予这样方便 开始第二集 不拿也行 他们可能冠名第二集 是 不盘石化局 开心的 因为上次有点小紧张 好久没见到那么多朋友了 这一次好像就是 老朋友再次聚会的感觉 就是更开心 不同的感受就是 因为这次收官嘛 然后大家好像卯足了劲 要冲一把的感觉 每个人都好 是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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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要把卧底给揪出来 要把坏人给揪出来 烧脑 然后是开心 略微疲惫 然后烧脑就肯定会 脑子转的快了 就有点累啊 蒙炭太爱快活即来 蒙炭探单案第三集 5月19日起 每周五十八点 VIP抢先看 我跟你讲什么叫地震山摇的 蒙炭未公开直至上来了 我怎么感觉我都看到了 桃花屋的围阵 是不是 不是 谁啊 你是桃花屋的围阵 为什么咱俩合作的模式 你看你那么眼熟 好难怪 对 演员挺有味的 看我手势 来 让我们一起喊出来 一 三 二 一 演员挺有味 演员挺有味 你们在这个节目说上个节目 在这认老熟人呢 那么我们就不经想 既然提到六五零 我们就不经想采访一下大哥 是蒙炭好了 还是桃花屋好了 好 那你必须选一个了 那你必须选一个了 救救我 救救我 你偷梦告诉我 你给我比个字 你给我说七开头的 还是M开头的 啥 你给我说七开头的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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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什么 叫地震山摇的 你不得了这个大哥 你不得了这个大哥 这个大哥 不仅哪里不仅来到了你 我根本就不懂 就咱啥子 就咱啥子 救救我 说啥了 不能再说了 不能再说了 那两个大哥 就算算算好 我给你点东西 什么东西 你坐着 你桌地 没有 我发展了一个下线 谁呀 你呀 我笑得不见过了 我这沉浸于破案中间 怎么我就给发展 你不能改 你今天特别好 你就不能改了 你就一直踩我就行 我也就一直这样表现 我去踩明镜 那我就踩你 那我踩黄曹吗 我原来想发展黄子涛 结果一看这形势 他那智商 你发展他不是 你这 肯定不行 就必输无疑了 我觉得到你这还有点悬念 幸好你们把我发展了 要不然我全程有你们两个 你现在咬 行了 我觉得挺好 别回去太晚 让人看见了 不好 我走了 我本来是要找出卧底的 本来要找出 哪有那么轻松 行 现在减负了不少 我觉得一会就陷害子涛吧 真心对真心 只能对你下手了 你这会就会这么多自逃 因为你单纯 哥哥只能对你下手了